小小咪又到了我們的故事時間了 今天要講什麼故事啊 敵人 對 我們今天要講敵人 而且這本書聽說已經絕版買不到了 所以我們來看看敵人是什麼樣的故事 看到一個軍官對不對 而且打開裡面好多士兵喔 所以你覺得這跟什麼有關的故事 打仗 打仗 有可能 他好像贏得很多徽章 他應該是一個很厲害的軍官 不過他手上有什麼 有血 你覺得是他自己的血還是別人的血啊 他自己的血 如果是他自己的血的話 他可能是一個英勇的士兵或是軍官 那如果是別人的血 那就 戰爭 開始了 好可怕喔 在一片荒涼的沙漠 什麼都沒有耶 你看 這是美國戰爭還是台灣的 都有可能啊 任何一個戰爭都是這樣的 出現了兩個洞 在這荒涼的沙漠裡面 這兩個洞裡面有什麼啊 看起來好像是用紙做的 有點像喔 欸 洞裡有兩個士兵耶 他們是好朋友嗎 你覺得 不是 他們是敵人 敵人什麼意思 就是對手 他們互相不喜歡對方 你看丟了一堆手榴彈 那亂七八糟的東西過去 對不對 他們是敵人 他們是要互相傷害的 唉呀 好可怕的故事啊 敵人 敵人就在那裡 但我從來沒看過他 走獸 我探頭朝他開了一槍 砰 不知道有沒有射中那個敵人耶 他也朝我開了一槍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都躲在洞裡 等著對方探出頭來 砰 你看子彈就這樣一直 飛來飛去 飛來飛去 然而一天過去了 我們都沒有再把頭探出洞口 如果是你 你會探出頭來嗎 不會 會不會槍射中 會不會子彈射中 對不對 我很餓 但我必須等待 等待敵人生火煮飯 要是我先生火 他就會循著吹煙找來 把我給殺了 可是有一次我真的很餓 只好生火煮東西吃 過沒多久 敵人也開始生起火來了 所以他們兩個其實都很餓 都需要吃東西 只是為了生存 他們不敢煮 終於忍不住了 好 我很孤單耶 自從米歇爾死後 我就咋也沒有見過其他人了 唉 敵人應該也是一個人吧 每次開槍射擊都只有一顆子彈 從對面飛過來 沒錯 他肯定也是自己一個人 所以敵人的處境跟我們很像耶 孤單和飢餓 是我們唯一的共同點 敵人和我 我們之間有著天壤之別 他是一隻野獸 他不懂什麼是人性 你覺得是這樣嗎 你覺得對方是野獸還是一個人 是人啊 對啊 他殺害的婦女和小孩 完全不需要理由 這場戰爭都是他的錯 我並不笨 我什麼都知道 手冊上寫得清清楚楚的啊 所以他把敵人 視作是猛獸為 殺了很多的老弱父母 戰爭爆發的第一天 他們交給我一把槍和一本手冊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所以戰爭已經持續了好多年 對不對 他那個時候受到指揮的命令 指揮官的命令說 要幹嘛 要上戰場去殺敵 手冊裡寫著關於敵人的事 他殘忍無情 他會殺了我們 殺了我們的家人 不僅如此 他會殺死小狗 連其他的動物也不放過 他會放火消光所有的東西 然後在水裡下毒 敵人 不是人 是 野獸 對了 你知道 在他殺死我們之前 我們必須先殺了他 有沒有道理 如果不是他殺死我 就是我們殺死他 所以當然要我們先殺死他 不然我們就被他殺死了 今天好像繞口令 唉 有時候 我覺得自己被遺忘了 有好幾個星期 甚至好幾個月 我沒有再聽見大爆的聲音 也許戰爭已經結束 也許大家都死了 我們是僅存的兩個士兵 繼續在打仗 最後活下來的人 就能贏得這場戰爭 有時候 我覺得世界已經不存在了 所以他被困在這個洞裡面 很久了 這個壕溝裡面 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到底是什麼樣子 唉 我快要沒東西吃了 一片肉乾 還有幾顆維他命 是我僅剩的食物 有一次一隻蜥蜴出現在我的洞口 我只要伸手就能抓到他了 但是我想 如果敵人發現我吃蜥蜴 他一定會認為我撐不下去了 幸好我還有井水可以喝 但是我必須非常小心 如果敵人發現 他可能會在水裡下毒 哇 過得好辛苦的生活 夜晚 洞口上方的天空布滿了星星 我真希望能離開這裡 躺在外頭看著星空 星星能讓我想思考很多事情 偶爾我會問自己 敵人都在想什麼呢 他也會看星星嗎 也許只要他抬頭看一眼 就會明白 唉 戰爭沒有意義 我們應該停止這場戰爭 可是我沒有辦法停止戰爭啊 如果我先投降 敵人會把我殺了 應該由他來結束這場戰爭 只要他投降 我不會開槍的 因為我是人 我有人性 只要抬頭看看天空 他就會明白 星星會讓我們了解 很多很多的事情 下雨了 夏天 天氣會變得很熱 然後開始下雨 一向都是這樣 我不喜歡炎熱的天氣 更討厭下雨 唉 感覺糟透了 每當下起雨 我就會覺得 欸 應該要結束這場戰爭啊 但是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只有那些人才知道 那些發號施令的人 但是他們什麼都沒說 發號施令的人是誰 就是這些 身上好多好多勳章的指揮官啊 他們在這裡開著慶祝大會 但是呢 這些士兵 在壕溝裡面受苦受難 這天晚上啊 雨聲吵得我沒有辦法睡覺 我想了又想 反覆思考了一整晚 下個星期的夜晚沒有月亮 如果我摸黑爬出洞穴 敵人不會發現 這樣下個星期 戰爭將會結束 你覺得可不可以呢 不知道 我準備好了 敵人以為我已經睡著 但他錯了 我穿上第三號衛裝 假扮成灌木蟲 出發 晚上有點冷 三號衛裝 剛好可以預寒 我慢慢爬向敵人的洞穴 他一定有我在睡覺 就像平常一樣 他一定沒想到 我只好給他一個驚喜 我會悄悄的靠近 然後殺了他 這麼一來 戰爭就可以結束了 這麼一來 我就可以回家 和家人團聚了 我做了一件蠢事 手冊上說過 絕對不要在夜晚行動 因為野外有獅子 他說的沒錯 我剛剛就看到一隻 我怎麼會這麼糊塗啊 獅子在夜裡也看得見 而且他的嗅覺靈敏 可以在黑暗中發現獵物 我想我應該保持這個姿勢 靜止不動 你覺得這是真的獅子嗎 還是他的敵人 我很幸運 獅子走了 我相信從現在開始 一切都會非常順利的 我繼續慢慢的往前爬 前面就是敵人的洞口 我不會馬上開槍的 我要看看他的臉 看看敵人的長相 然後再殺了他 欸 洞裡沒有人 敵人的藏身洞穴裡 一個人也沒有 我不明白欸 他應該在這裡的啊 他一直都在這裡的 在這裡卻只有一些肉乾 維他面和幾張照片 欸 照片上的人 是他的家人嗎 我從來沒想過 也沒人告訴過 告訴過我 我不得不懷疑 他到底是怎麼樣的怪物啊 如果他還有家人在等他回去 他怎麼忍心傷害父女和小孩呢 所以敵人也是人 欸 這又是什麼 一本手冊 欸 看起來和我的手冊一模一樣欸 欸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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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又有點不一樣 手冊裡的敵人看起來好像是我 怎麼可能 我不是他們說的那樣啊 我不是野獸 我沒有殺害父女和小孩 喔喔喔喔喔 他也有一本像這樣的手冊 他變成是人肉標靶欸 然後有各式各種的武器 應該要幹嘛 要把他殺死 你看 他在那邊寫了 各種不同的 頭 夾 筋 胸 他就告訴你 要射什麼地方 太可怕了 這本手冊在說謊欸 發動戰爭的人不是我啊 只要敵人願意投降 我不會殺死動物 也不會燒毀房屋 更不會在水裡下毒 我是人 不是野獸 天就快亮了 還是不見敵人的蹤影 我知道他在哪裡了 他在我的洞穴裡 他想趁我睡覺的時候 偷襲我 結束這種戰爭 而他也發現了 我就在他洞穴裡 所以我不能出去 啊 敵人累了我知道 他的家人在等他 只要戰爭結束 我們就可以回家 回到各自的家 我想 該是結束這場戰爭的時候了 他可以打個暗號告訴我啊 現在 讓我們停止戰爭吧 只要他提出要求 我一定馬上接受 哎呀 他在等什麼呢 我不想再等下去了 天空飄來了 一大片霧雲 又又開始下雨 我最討厭下雨了 我拿出手帕 他在上面寫了幾行字 然後塞進一個空瓶子裡 我旋景瓶蓋 瞄準 然後用力將瓶子拋出去 咻 哭 但願我的瓶子 可以丟到他的洞裡 欸 兩邊都丟出了瓶子耶 所以你覺得最後結局會是怎麼樣 你覺得他們兩邊都會生還嗎 都會逃過一劫嗎 都會活下來是不是 這是一本描述就是跟戰爭有關 敵人的 以敵人的角度去描述戰爭 嗯 他們好像兩個都傳心好嗎 他們兩個都想 他們兩個其實都是人 他們兩個其實都想回家 他們兩個其實都想保護自己愛的人 只是 在戰爭裡面我們常常會被洗腦 被洗腦 或是被教導成 認知上面 對方 你的敵人是壞人 是傷害我們的人 可是事實是不是這樣 其實我們都只是人 我們都有愛的人 都有家庭 你都要去守護他們 所以這是一本 讓人家蠻值得深思的故事喔 對不對 當你把別人當成是敵人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你的敵人 他也有血有淚有 有愛的人對不對 他們也想回家 他們也會肚子餓 他們也會孤單 也會寂寞 也會害怕 他們可不可以演個二號啊 我覺得是可以啊 所以當你跟朋友吵架的時候 你也可以往這個方面去想啊 你的朋友可能也是會心情不好 會難過的 是不是 可不可以和好 那就希望 以後世界上不要再有戰爭了 很精彩的一本 經典繪本 可惜 已經絕版了 好 The End